沈女士说 2月份她在杭州九宝家院 一区的韩雅基门店交了钱 收换方是个人账户 她来得少 最近发现店铺关门了 卡冲好就来两回 大概3月份左右 做了个肚子 按摩一下就 5月27号换了 不是老板呢 那我要问她呢 我说你干嘛不在店里 她说一样的 发现不对劲了呀 老师说身体不好 因身体不好关门 因身体不好关门呀 老板娘说身体不好 然后店员也说身体不好了 这家韩雅基的招牌上写着 文秀 美甲 美容 美体 采访时门关着 没看到里面有人 透过玻璃能看到一张纸 上面大概是说 因身体不舒服 需闭店几天 望大家见谅 回来了再约 沈女士说 她没想到 新接手的老板 也说自己身体不好 还关门了 她想找原来的老板退钱 那她说 我已经转给她了 那我说 有些东西 我们买了卡 冲着你来的 那要得到前面 她还我最好 我做了两次 她扣掉 要不回来的话 我也要给她曝光 沈女士提供了一个微信 说是这家店的前任老板 她把对方备注为 韩雅基 玲玲 7月25号 对方说是在老家 店已经转给别人 剩下的服务都交接好了 店里会做完 记者通过沈女士的微信 想听听对方的说法 无人接听 消息也没回复 微信号里有串数字 看着像手机号码 记者打过去 并发了消息 也都没有回应 门店招牌上 有一个加盟热线 喂 你好 是那个韩雅基的 那个加盟电话吗 你好 打错了 喂 你这位是哪里啊 电话挂断了 沈女士又提供了一个微信号 说是门店的现任老板 对方的朋友圈 最后一条动态 是7月份发的 说是身体出了一些问题 附上了在外省 一家医院的定位 聊天记录中 6月2号 对方表示 洗脸还有三次 眼部还有三次 肚子还有四次 背还有六次 并约沈女士来店里 6月16号 对方表示 自己身体不适 记者尝试联系对方 并发送了消息 同样没有回音 只好联系了店门上 贴的招租电话 沈女士来到市场监管部门 反映了情况 填写了消费者投诉举报登记表 1818黄金眼 据出报道